早上起床 饺子煮了这个蔬菜粥 加了火锅底掉进去 还有咸鸭蛋的咸菜辣白菜 现在每天的早餐晚餐 都是饺子在做包园了 我都不用动手动脚了 昨天晚上的营地 收拾干净 垃圾带走 太阳出来了 打包出发 车已装好 还是碰到 但没有昨天晚上碰到 好了 现在准备出发 你看他们自驾在这边做午饭吃了 天都已经中午了 然后今天花土沟 今天应该可以看到芒芽翡翠湖 如果快一点的话 我们到花土沟还有两百多公里 应该是没有问题 只要不是刮很大的空 这边就完全不用担心下雨的问题 还有那么多的吗 加满 我们现在 这边是游泳墙了吗 我们说我们没有游泳墙 然后我们也没有一个游泳墙 在游泳墙 我是从那个游泳墙 我还在游泳墙过来的 然后在那边 虽然那个游泳我忘了 那个游泳墙 还跟他就是说这一游泳 我还记得还是有一游泳的 我忘了 我忘了 跑不到那个冷游 三十三十多公里 你是从新疆过来吗 我是到那边游泳回来的 你自己坐在这 你是广东的 那怎么搞 开的烫没到那里 那没有 这车好帅 好下一次出行搞这种 还可以在里面睡觉 那多拉几个油桶子都没有关系 从俄伯良出发这一段 是越走越荒凉 真不愧为火星淫地 这边俄伯良 真的就感觉我已经脱离了地球 主要是风还挺大 然后温度也不低 这一次是真正的感受了一下 什么叫做荒芜 寸草不生 鸟不生蛋 既然是到了黄瓜梁这里 目前连那个花土沟还有130公里左右 这边有公共厕所 然后有小卖店 还有卖水果的 那这边并没有加油站 那我得到花土沟才能加到油了 挺好的 也算是一个休息小驿站 但是我不知道 说实话我不知道这地方 跟黄瓜有什么关系 到了黄瓜梁之后 我们正式上了国道315 这边怎么能如此的荒凉 这是我到这边以后发出的第一句的感叹 由于国道315全线封闭施工 所以我们到朗芒牙的时候就只有上高速了 但非常好的是 这边摩托车上高速 它是不收取费用的 我觉得这还挺好的青海这边 上了西河高速以后 一路狂奔 下一站我们即将到达芒芽翡翠湖 去看青苹果的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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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